評審 家裡拜拜跟在那個 大吼飛飛裡面的起訴 因為一個人起訴事情 他的聲音比較微弱 你看萬人數萬人同時起訴 那個聲音的能量有多極 對啊 你看那個世界盃足球賽 那個足球賽 累積了那麼多人 他們每個人在歡呼 同一個聲音的時候就覺得 哇 這個頭皮發麻 你就會感動到 而且我覺得呢 如果看到我們節目的人 真的是滿有福報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景氣很差 事業的人很多 如果你今天有看到的話 你一定要去我們的營婦送球廟 因為你一定要去世 你不能說我在家裡 我就會在外面沒有希望 叫苦連天啊 什麼哀聲載道 怨天有用的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有那些窮神 可能就附身 衰氣附身 你就趕快去睡覺 你不可以把人就再哀 你一定要把這種哀聲 什麼一些不好的磁場 一定要把它解除掉 唯一的辦法 就到我們的營婦送球廟 大把會要去 因為搞不好你在裡面還遇到說 大家有朋友聊一聊 來做個生意好了 找妳好久沒看到妳 而且單身的朋友啊 就大家聊一聊就來電了 對啊 對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吃 我想去那邊賣炸雞排 而且你知道嗎 其實這個法會為什麼要參加 你教導就像是剛剛師傅講的 那其實我很喜歡參加法會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佛教徒 那我在顯教跟在密宗方面 我法會我都有參加過 那其實有師傅都會跟我們 教導我們 那參加法會 跟你一個人在家念經 跟在現場你知道 就是很簡單的團結力量大 那你在現場的時候 你就快速的把你的衰氣 你的這個窮氣 把它退掉之後 你的好運是不是自然就來了 是啊 沒錯 團結就是力量嘛 對 還有重點在什麼 因為這個法會 一般的法會是 只有在裡面自己拜拜 但是這種法會 大型法會有沒有 它有 真的 尋求正統傳統的科儀 下去做的法會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對 很重要的就是 因為眾神明他們都知道說 今天有辦法會 他們是會一起下將來的 對 正確 因為我們這個 今天小滿節是五月十六十七有沒有 這好像要行公文一樣 因為要恳求一皇上帝的恩主 他試准了 一皇上帝就發公文出去 給天地神領之道 不止放假 不止放假 一定要到 聽眾生的心意 心念 給他知道 貢在哪裡 窮在哪裡 我覺得天庭啊 這些這個天神啊 官啊這些 他們有規矩 像你在家裡拜的時候 有時候規矩不足 對 你沒有辦法 完整那個流程的規矩 那你去他法會是有專業的人 帶領的 對 帶領你進去這個 你才有辦法把你的想法 你的願望 真正承報上去 你今天你要 像我們要出 我們要租建一個場地 你要是跟地方的關係去 申請公文 要行公文出去 他有個規矩的流程 如果你自己在家邊打電話 沒有用 他還是叫你到那邊去辦 這樣的事情 流程要走完 完整 所以上千哥也會去嗎 我一定去的 因為這個其實在這個法會裡面 我們很多人現在 你是這樣 今天有很多的宅男 宅女 可是是因為無薪假 可是他哪裡也不去 其實他犯了 志窮跟仁窮這兩個毛病 那最重要的 今天參加這個法會 要心存善念 對 今天人不是因為自己負了就好 要幫助別人 甚至你心裡頭所想的 除了自己之外 也為自己的朋友 為眾生一起來欺負 真的 而且這個回饋 是完全不一樣 是 你到了現場之後 你才曉得說 原來 我當初不出門是錯的 我今天來到這裡 才能夠結所有的善緣 對 感受那個正面磁場的能量 對 因為每個人都是 有一顆善心 都希望說 眾生呢 多那麼的辛苦 希望大家都能夠很好 是 所以呢 這種念力是非常棒的 那如果你今天 這個人都已經在睡了 你一天幹嘛 就聽他在說 我是要怎麼樣 安生患忌的 那不行的 那會很軟然的 會全然 所以大家去的人都是正面 希望把這個窮氣 晦氣 全部把它送走 然後找好的財氣啊 像我去廟裡面拜拜 我就會覺得 偶爾出去她她已經在工作之餘 帶家人一起去 然後帶大西豆干回來 然後 你知道我那天去很感動的是 我碰到有一群姐妹濤 她們是好朋友 就約了一起去拜拜 然後呢 那有兩三個 是被FIRE掉的員工 被炒魷魚 然後有兩三個是在停無心假 可是她們很樂觀 她們相信 今年景氣一定會再好 而且她們很善良 所以她看到我她說 小芬芬妳本人很漂亮 然後還祝福我耶 她們善良 妳本來就很漂亮了 沒有 她們就 她們就還是願意互相給妳祝福 然後我也趕快跟她握手 我說祝福妳們 趕快找到新的工作 然後趕快恢復職業 才會有穩定的收入 而且還有一個 就是我那天在小金座的時候 我旁邊就有一位小姐 那我們兩個就在聊天 我說妳有常來拜嗎 她說有 我就問她說妳有什麼 就真的有什麼感應 她說有 因為她本身是在做業務的 然後她已經拜了六七 就是她從別地方 然後後來才知道 大街這邊有一家廟 所以她才就轉到這邊來拜 然後她就說 因為她做業務做了六七年 自從她來這邊拜之後 她的業務沒有斷過 而且人家是沒工作 而且沒有業績的 她的業績一直都是在水準以上 如果對以上節目有所疑問 請播以下的節目諮詢專線 03-388-9355 03-388-9355